固体质机生产联动线,包括SHLG系列高效施阀混合机,FL系列沸腾干燥机,GTZ系列固定提升转料机,ZTH系列全自动混合机,YT系列固定提升加料机,YTY系列移动伸缩加料机,BJB高效包衣机,ZLXH系列料斗清洗机等设备组成。 Y联动生产线,集成了PLC与变频控制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广泛运用于药品、化工、食品等行业,完全符合药品生产的GMP和FDA要求。 SHLG系列高效施阀混合机,采用真空上料加入料缸。 首先,真空员通过耐压钢丝软管及钢盖顶部的过滤器将密封料缸里的空气抽空。 在负压吸力作用下,粉料通过钢丝软管迅速进入料缸。 粉料抽完后,关闭进料阀门,打开排气阀,启动钢底搅拌架。 首先,用低转速对物料进行短时间低速混合,之后加大转速进行高速混合。 料缸中部底面的物料在搅拌桨螺旋推力作用下,沿着浆表面翻横移动至料缸圆弧内壁。 碰壁后,受推力及挤压力双作用影响,运动立即改变为向上方向。 往上翻腾的物料碰到钢壁上部倒锥部位,运动方向再次改变,向料缸中部翻腾,最后回落至地面。 之后进入下一个循环。 整个运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翻腾、切向、旋转的流化状态,使物料混合达到充分的均匀。 混合均匀后,自动控制系统开启喷枪功能, 净化压缩空气将压力加浆罐内的粘合剂经管路压送至钢盖上部喷枪。 通过枪头扇形喷嘴将粘合剂雾化,喷洒到粉料表面。 随着粘合剂的加入,硫化态运动的物料逐渐湿润,变成软材。 此时,位于锅壁水平安装的高速切碎刀与搅拌浆的旋转运动产生涡流。 物料在三维运动中进一步被充分翻腾、胖壮及剪切, 使颗粒冲撞更均匀、细致,最终形成稳定球状颗粒。 智力完成后,搅拌桨调至低速间隙转动,出料阀门打开。 10颗粒通过出料口流入湿法整理机内。 在整理枪内高速旋转的整理刀与固定安装的筛网共同作用, 把湿颗粒整理成大小均匀的细颗粒。 整料机下端装有真空出料口与沸腾干燥机密闭点线。 整理后的细颗粒在沸腾干燥机的负压作用下被吸入干燥机内。 启动控制系统、抵缸升器、缸体密封,机器按照设定程序开始工作。 设备通过气流在可变频调速的引风机负压抽吸下, 经出效过滤器、凉冷交换器、水气分离器出湿、 中效过滤器、换热器、高效过滤器及送风管道从基座流入, 并经气流分布板进入硫化床置地时, 将原料容器内的物料鼓动沸腾呈硫化状态, 同时进行混合干燥。 在硫化过程中,与气流携带的热量置换加热。 通过控制加热器可以自动调节进风温度。 有气缸联动控制的冷热风扇,精确地调节冷热空气的比例, 将气流温度控制在设定的工艺范围内。 进风管道处安装有开度可调节自动阀门, 能任意控制进风量的大小。 进风管路的入口可以安装进风仪表与温湿度仪表, 检测风量与湿度等参数。 智力时,液态物料通过蠕洞泵送入喷枪, 被压缩空气雾化后经管道进入喷头, 喷入智力枪体,雾化成细小液滴。 喷洒在硫化床智力室中与某种粉末混合, 粘接成颗粒。 同时,颗粒被热风干燥, 细微的物料粉末在强大的气流作用下上升, 一部分细粉上升到过滤带被补及。 到一定时间, 左排风阀关闭, 左式滤带在气缸作用下上下抖动, 被抖下的粉末落回硫化床中再次致力。 抖带后, 左排风阀重新开启, 一定时间后, 右排风阀关闭。 过滤时又是绿带抖动, 左右两式以此循环交替抖动, 连续工作, 清理不及到的坟墨, 使过滤带保持畅通, 以高效地完成混合, 单造, 置立作业。 由除尘室排出的空气, 经排风管道进入二次除尘期, 在此过滤细微粉末后, 被风机抽出, 经销声处理, 排入大气。 干燥制机工艺完成后, 设备停止, 解除枪体密封, 将原料容器拉出, 与固定提升转料机扣。 请继续速ист ev quelque顺利用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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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定位置下降料桶 使追斗阀门与高效包衣及精料口对接 打开下料阀门加料 1.每批投药量在65至150公斤美国 2.芯片预热 开热风 排风 主机 预热到38到45度 3.流量调节 将喷枪壁拿出 调节喷枪 使每把喷枪的流量相同物化效果一致 4.开包衣机的同时 开始喷包衣浆液 开始阶段转速 一般为2至4转每分钟 包衣30分钟后 待表面烧成薄膜 转速可以升到6至9转每分钟 包衣液流量一般开始增大 而后逐渐减少至均匀喷制 5.喷液过程中 时刻保持锅内负压50至100帕 喷雾压力大于等于0.4兆帕 片床温度38至45度 观察是否有粘节 升温或减少喷量 有无碎片 降转速减少排放量等现象 调节热风柜和排风柜转速 使热风和排风基本平衡 并设定轻腔间隔 6.带包衣液基本用完 观察片济表面是否均匀 表面细腻后停止喷液 7.先停喷腔 压缩空气热风 降主机转速为2转每分钟 开排风量药品到室温 8.停机 装自动出料装置 启动机器至2至3转 至出料完成 CIP清洗系统操作 1.进入清洗界面 打开清洗液清洗槽排水阀 启动高压泵清洗水阀 及相应的输出水阀 用清洁水自动清洗一遍 清洗完成后排出清洗水 直至液味剂发出无水信号 清洗槽排水阀关闭 2.打开清洗液清洗槽排水阀 重新供水 启动高压泵清洗水阀 及相应的输出水阀 直到清洗槽水位至高水位 清洗水供水阀 及高压泵关闭 清洗剂计量泵及输出阀打开 开始供清洗剂达到设定的量后 该泵及输出阀关闭 3.增压泵运转 循环水阀打开 循环清洗开始 4.完成该程序后 关闭循环水阀 打开排水阀 清洗槽内的水排出 直至最低水位 5.打开纯水供水阀 增压泵开始运转 相应的出水阀打开 开始最后一次纯水冲洗 按时间运转完成后 停止增压泵和相应阀门 清洗槽的水下降到底水位 关闭排水阀 6.关闭所有的清洗阀 开启热风柜 进行清洗后的烘干和管道的吹干 烘干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最后 料斗之类供气具的清洗 ZLXH系列全自动料斗清洗机 工作流程非常简单 首先打开舱门挥入周转料斗 插好车轮挡板 关好舱门 按启动按钮 顶部清洗喷头 自动伸入到料斗中 旋转托盘开始旋转 底部排水管气控球阀打开 清洗机进入工作状态 接自来水气控球阀打开 自来水经增压泵加压 由侧面扇形喷头 顶部自动旋转喷头 底部螺旋喷头喷出 对周转料斗 进行360度无死角排刷时清洗 接自来水气控球阀关闭 热水气控球阀打开 热水增经压泵加压 由侧面扇形喷头 顶部自动旋转喷头 底部螺旋喷头喷出 同时清洗剂气控球阀打开 清洗剂和热水混合 对周转料斗进行360度无死角排刷时清洗 稍后清洗剂气控球阀关闭 热水继续喷洗 而后热水气控球阀自动关闭 纯准水气控球阀打开 纯准水经增压泵加压 由侧面扇形喷头 顶部自动旋转喷头 底部螺旋喷头喷出 继续对周转料斗 进行360度无死角排刷时清洗 经过三种水的清洗 周转料斗已清洗干净 纯准水气控球阀关闭 稍后底部排水管气控球阀关闭 热风柜风机启动 风管气控碟阀打开 顶部排风风机和气控碟阀也打开 使舱内热风产生对流 空气经由风机中效过滤器 换热气高效过滤器 产生洁净的热空气进入舱内 对周转料斗进行烘干 稍后中转料斗烘干后 冷热风门控制气缸作用 热风门关闭 冷风门打开 空气经由风机 中效过滤器 高效过滤器产生洁净的自然风 进入舱内 对周转料斗进行冷却 整个流程完成后 清洗机停止 打开另一项舱门 把清洗好的洁净料斗取出 对周转料斗取出